大家好,我派大帅,欢迎收看本大关,观战一把,幻老师的祭司,呀好,这东选,打恶梦,突突,是东选吗,我真分不清楚啊,观众来解答一下吧,囚徒先知,祭司加野人,这阵容不扎实,野人面对二阶恶梦,就是两段跳,把你直接猪秒了以后,上来就是一段跳, 这套阵容,得第一个人遛的很好,当然第一个人抓祭司,其实风险还是蛮高的,为什么呢,外面有智能,然后外面的先知,囚徒都是修机快的,你抓的话,但凡待会儿这边鸟给上三刀,野人再来搞一波,这囚徒先知两兄弟,把外面修掉个三太多,就有四人开门站的可能性了,野人这边急起座, 这个应该是周末少年啊,改了个名字叫周末少年,这飞轮是干嘛呀,万老师这波飞轮,是预判了一手恶梦的跳,也有这可能性,因为刚刚可以看到那个位置的话,如果恶梦跳也,有可能能达到, 看,这距离稍短一点,追了一刀,好的,那这样的话直接用飞,乌鸦啊,乌鸦是没有飞到这边的祭司,再一次是闪现是好了,看啊,先知第一台机子已经修完了, 囚徒这边的话,这个囚徒的机子有点问题啊,囚徒前期在跑机嘛,因为先知第一台机子修完,然后中间那台是野人的,囚徒的机子稍微有点慢啊,不是稍微有点慢,是非常慢, 囚老师这边想反穿成功,那这边闪现,一刀带走,野人这边的话,管自己修机子,先知两边能给上,并不是一个能征四人开门站的修机节奏,这个机子不够,不够归不够,囚老师的祭司,你保不齐待会儿他给你搞一个什么东西出来,对吧,囚老师的祭司是有毒的呀, 啊,谁知道呢,这波野人救不下来了,只能放进去救了,要么给鸟,要么给鸟救,先知这边去救我们话,给我活命,恶魔这边,直接往回飞, 飞,飞过来,打一刀,人就下,祭司第一个洞穿,追倒这边的先知,省得你给我鸟,放乌鸦牌,甚至这边直接选择换挂,也不是不行啊,也不是不行,野人半学, 这个是对手的问题,说这边先知被挂上以后,野人没有鸟的支持,他这个人就不良,对不对,好像蛮不错的,你别说,这一波选择把这先知挂上以后, 穷者就非常的费懂,非常的尴尬,路人局鸟做出这个抉择,没有语音交流, 这,没看到,这,那我幸福二选一,去看这鸟给谁,也行吧,这三二挂, 这一波,过来找先知,逼先知的鸟交掉,没能成功,没能成功,回去挂人,把祭司挂一家室, 把伍哥把祭司挂一家室,也无所谓挂不挂一家室,挂一家室,挂一家室,野人这边骑出来,也能够顺利进去, 究竟挂上,野人这边的话,想顶一波吗,现在就看先知这只鸟,刚才这一波呢, 有一说一换老师,这一波救人,确实是出乎了噩梦的意料,就是你一个败血, 上锅挂的祭司,怎么有胆子回来救人呢,你败血大哥,对不对, 追一刀,两刀,好的,追一刀,吃一刀以后,人救下来,先知有鸟, 给到祭司,祭司手里有斗,有飞轮,不过飞轮在恶梦面前, 我觉得作用不大,追了一刀双挡,乌鸦,怎么锁,这边的话, 再回身,过来挽一个球图,有一说一呢,这恶梦打的也是真的忒拼了吧, 我打的,我是真没想到呀,这么拼呀,两台机子的话都已经超过90%了, 这两台机子超过290%,先知一边还有一只鸟, 局上来讲,其实穷者,由于噩梦想去争胜, 那么就会给到穷者更多的机会,他们就有四分开门战的可能性了, 不过这个四分开门战,祭司上挂飞,先知二挂, 要瞬间秒,祭司挂飞以后,剪圆,然后他再去形成击倒,才有可能, 现在的话,把人挂到遗产机,球人这边可以考虑的是什么呢, 就是用先知的鸟给上以后,把人拉开,把这边的镜子给放出来, 或者外面重新棋台,两种都可以,最好我们重新棋台, 我觉得重新棋台是最稳的,虽然这边的机,就这边的机子待会儿, 反正肯定有个人可以压着的,野人这边,一跳,两跳好, 人就救下来,抢起机子,啊,狠狠,狠是真的很, 这边的机子,祭司,祭司上挂飞的, 为什么不拿,不牵起这个,也是打气球当中的, 怕囚徒的电,应该是怕囚徒的电, 这里在拖,拖自己的一个传送时间, 先知也来了,吸鸟,密码机是压好的, 打一刀,密码机点亮,第一时间秒祭司, 但不着急,这边,这边真不着急, 为什么呢,因为囚徒有电,先起来,电一手, 过来,把机点亮,要保住鸟,要给祭司, 哎呦,这里的话,没关系,还能打,还能打, 因为四个人不贴门的,四个人不贴门的话, 噩梦这边,只要能够鸟了这个祭司, 先知的鸟,我们接着给它回忆,开回忆, 换老师,哎呀,没给上了,换老师这边被挂飞乌鸦, 应该刚才第一时间,我看他放出一只乌鸦的, 应该是封住了一只乌鸦吧,没有封门吗, 先知还有鸟,平局其实还是有可能的, 平局还是有可能的,这边无热是, 应该直接找先知了,无热门,找先知, 先知这边的话,门能开吗, 囚徒这边能不能帮忙, 这门不够,这门不够,这门不够的话, 先知要跳地窖,地窖离得有点远,鸟先点上, 后续,离地窖距离还是有点远, 还是有点远,平局平局平局, 这边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, 这种, 我可能说先知再吸出一只鸟吧, 回忆啊,回忆啊,回忆啊, 回忆小狗狗, 会不会有闪现了,有闪现了, 哎,那只鸟出来了, 差了一点点, 那该了吧,我们下期再见, 再见吧,